中欧是指中国和欧盟之间的经济贸易高层对话又展开了 没错,我们上星期说过 其实近期中国很频密的外交活动 在东北亚中日韩三国的一个开会 另一方面,第十节的中欧经贸高层对话是25号 今天就在北京举行 这次对话,我自己觉得对欧盟来说是相当重要的 我们解读《环球时报》的社平要比较跳高来看 因为用另一些语言去解读 就是《环球时报》说,我们之间的贸易很频繁 贸易额去年有8千多亿的欧元 不过不风一转,欧盟就有些意见了 因为逆差 逆差的问题 所以标题,你留意环池的标题 着个字的解论,中欧经贸极衰 非常需要一场坦诚相对 就是说大家不要在这里说冠冕堂皇 做一场坦诚相对的对话 但他自己真是坦诚相对 我想欧盟的代表会告诉你,你说我们关系很好 有8千亿元的贸易 但当中有4千亿元是我们的逆差 就是说我们进口中国的东西少很多 这个很实际的 大家都知道,中国在外交上很大程度都给对方一些甜头 而因而建立一个良好的关系 当然给一些甜头 接着中国强大的经济实力就显示出来 这样显示出来,一定要谈谈 欧盟和中国之间有得谈 但《环球时报》说 今次的对话和过去九次是有点不同 因为现在大家在贸易领域的层面问题 争议、干扰和各种挑战 当然政治上的挑战比以前紧张很多 纯粹说经贸关系比较容易处理了 譬如贸易顺差、逆差 在某方面放宽进口 买多一些欧洲货 这方面是有谈的 但现在最大的问题仍在是 整个的欧洲和欧盟 有一个很强的反华的情意结 反华情意结也可能引起美国关系 那种去风险化 简单来说对中国是步步为行 处处设防 没错 《环球时报》用欧盟去风险化 和对中国处处设防 才是一个问题所在 但欧盟说 这个贸易逆差 《环球时报》说 中方都不愿意看到贸易逆差这么大 要双方一起谈 你不可以单方面归咎 中国有一个贸易保护的壁垒 反而我们看到你 欧盟在各种场合都说去风险化 又说走欧洲经济安全的战略 这对中欧之间的关系是不好的 说去风险化一个经常扔的名词就是和中国脱欧 欧盟的思维都挺紧随美国 就是和中国去风险化 对高风险的科技 譬如上星期说过 德国都打算要弃用早年华为建立一些的5G网络 这就是去风险化 觉得是影响到国家的安全 但脱欧可能是令到彼此的密关系 会疏离了 即是说 某些东西我们继续做生意 但某些东西我仍然是设防 为了保障欧洲国家的安全 万博士博说 你不如问问你自己国内的企业 你这样去风险化 你们在一线的企业 可能是最受影响的 虽然欧洲对华出口下降 但是你们欧洲的企业投资 在中国的投资是上升了 这个真是看大家的角度和条数怎样计算 环时整个立论 基本上都是在吹暖风的 既然这样 大家坦诚对华 真实地表达各自的立场 利益的诉求 最重要是在基础上去寻求 化解分歧解问题的方法 化不化解分歧 去不去到风险呢 就因为中国是越来越强大了 在台湾方面 台湾的经济日报就说出 中国强大到 你现在想放慢中国 都不容易 没错了 《经济日报》这篇社评 基本上就是建基于美国一篇是相当有分量的分析文章 这些文章是来自美国一家的智库叫做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 简称ITIF 他们创始人的Founder 兼总裁这位罗伯特先生发表的文章 这些文章也是经济报用来做了一个社评的标题 就是加速美国 放慢中国 两者坚而有之 这个快慢之间如去调整 他引述这篇ITIF的分析文章 就说他比较了美国两大阵营 加速美国的阵营和放慢中国的阵营 主要观点 而且作出了一个结论 就认为应该相管齐 既要加速美国 同时也要放慢中国 怎样为止加速美国放慢中国 首先就是提升美国的实力 为什么提升实力呢 很多东西都被中国过了头 这个似乎不是一般的政治评论文章 他们有很多数据的分析 根据他们分析 从1995年到2018年这段期间 全球产业的集中度 他们对七个先进行业当中四个行业表现 将行调查 结果显示 美国表现一直很弱 而在退步当中 从计算机、电子产品、汽车各个行业 无论是绝对的市场的占比 因为相对于全球的平均产业集中水平方面 美国都是截截敗退 这个时候中国是大赢家 如何大赢呢 中国在1995年占全球的先进工业 产出不到百分之四 但去到2018年已经去到百分之二十一点五 即是全球的五分之一 文章又强调 如果美国不想走英国的路路 英国的什么呢 在工业革命之后 有个辉煌的时候 但是接着工业能力萎缩 而且大多数的先进产品都依赖中国大陆进口 那怎么办呢 就要面对这一连全问题了 我们经常说东升西降 好像一个念口网那样 是没有什么实质的研究 第一篇的文章就讲出这个很实际的东西 文章对象 如果美国面对和因应中国政策是提出批评的话 美国走错路 第一点 基于美国一贯秉持的自由市场的经济理念 认为由国家主流的中国的创新重商主义 美国无需采取任何态度 看不到有什么见效 按着这个思路 就加速了美国的论者认为 华盛顿应该专注于提升美国自己的竞争力 但这个政策似乎是令人失望的 没错 第二件事就是虽然现在有晶片轮为科学法案出来 就好像可以保护美国 而且扶持美国的东西上升了 不是 文章指出 有这个提升竞争力的政策远远不足够 因为即使最先进的美国公司都很难和中国公司竞争 为什么不能竞争呢 因为这样 中国企业在中国政府大力的扶持之下 引辱出一批冠军企业 因为它有中国庞大的市场 首先我养大了你 有中国庞大十几亿人口的市场的时候 你的产品 不愁销路 于是乎销路一多 相对上成本会降低 降低了成本 再走出去 你的竞争力就强了 跟美国公司竞争全球的市场 于是乎就赢了 华为为什么可以二军突起 赢了外纳讯赢了Lokia 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这些好奇说明到 就是中国的产业 为什么在世界上都能够打低很多对手 就先撞大自己的实力 因为中国市场内需都够它撞底了 但是第三点最重要 你加速美国你可以主导 我说我加速 如何放慢中国就不是你主导 他说对中国实施压迫 令他放弃既定的贸易和产业政策 过去15年你还可以奏效 但现在中国已经强大了 美国政府任何行动都难以奏效 好一句他说中国已经太强了 不过拜登政府已经认识到这个困境 于是乎彻底改变了国策 采取通过出口管制 譬如半导体的设备等等 来限制中国 有点的效果 但是这样 这个七伤拳 我打一拳 我自己都内伤 造成美国企业本身都受损 这个报告的文章最强 最具体的一件事 他说必须 你要放慢中国 一定有一个很扎实精确的放慢中国计划 不像特朗普那样是乱冲乱撞的 具体列出17项的建议 包括阻止中国企业在美国股市上市 这个很重要 限制华尔街及其他的金融机构对中国投资 对产品的傾销 征收选择性的关税 停止与中国大部分的科技合作等 其实有些事 现在最能讲的 17项很具体 放慢中国 全部和资金有关 阻止中企在美国上市 不让你骨髓 集资 第二限制华尔街金融机构 对中国投资 没有投资的钱入 怎么办 又征收选择性关税 提升你的产品的成本价格 这些东西 我觉得好像警察 打击一下社会 截断它的收入来源 可想完之 这些智库是美国政府很重视的 会不会这也是成为美国 可能下届政府对华的新策略 当然我们回到台湾《经济日报》 他基本上引述智库的文章 这些不是台湾《经济日报》的观点 他最后的结果 可惜是只有一句 没解释的 《经济日报》通常会有你支持的 我和老总都留意到 只有一句 而且四个字 合作共扬 即是说 在加速美国和货民中国两个选项之外 是不是想想这个双赢方案呢 但接着就收笔了 怎样双赢有没有什么好处有没有坏处呢 没有说我期望他未来的社论可以交代一下 这一百更多精彩节目等着大家 出本重温声音下载服务 年费一千元 请职订购支持